恶狗自着84颗抱牙向一群小孩扑去 可下一秒 它就变成了一只小羞狗 原来里面的小孩威尔是地狱之子 而土狗其实是只地狱犬 是地狱派来帮它一起毁灭世界的 只是没想到威尔现在还未觉醒 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让狗头战神变成这副可爱模样 同时在疯狂寻找威尔的 还有天使拉菲尔和恶魔克劳利 得知自己十年的教育搞错了对象 他们立刻来到当年钓包孩子的医院 可没想到这里早就变成了CF游戏城 更可气的是一个不长眼的子弹 还打中了克劳利 这使得本就要崩溃的克劳利 直接显出真身 吓晕了倒霉蛋 正在两人绝望之际 可迎面却走来了一个女人 他们又重新燃起希望 因为这个女人就是之前 亲手帮克劳利换孩子的人 两人逮住护士 就开始逼问威尔的下落 可护士一句话又将两人推回深渊 原来换完孩子的当晚 修道院就被一场大火烧尽 所有孩子的档案都丢失在火海里 克劳利气得跳脚 最终 没有一点线索的两人 只好开车回家 可半路上却撞到了一个女孩 在女孩回家之后 拉斐尔意外发现 车上进多了一本预言书 拉斐尔翻开书 顿时吃了一惊 因为书里记载一个天使会翻开书 而他右手边还有一杯冷咖啡 而这些描述和拉斐尔现在一模一样 拉斐尔激动地继续翻书 终于 他找到了恶魔之子威尔的预言信息 还得知了威尔家的电话 拉斐尔激动地打过去 这次他听到了威尔的声音 而威尔说的内容 也和预言书上写得一模一样 拉斐尔赶紧向上司报告这一情况 可上次却告诉他已经晚了 因为地狱四骑士已经出发保护威尔了 他们分别是 所过之处硝烟四骑的战争 立身之地腐蚀的污染 还有让百姓颗粒无收的饥荒 以及大手一灰王临近来的死亡 拉斐尔一听也赶紧派出手下眼镜哥去寻找 可眼镜哥走到半路 车子却被井盖工人给顶飞了 眼镜哥也因此受了伤 而这也刚好被威尔和小伙伴看见 他们一起把眼镜哥送到了女巫家 威尔在女巫家四处打量 突然一张恶魔画像吸引了他的注意